青莲简樸 克己见贤的华欣 作者 陆文 三国时的吴国人 华欣 自子鱼 平原郡高唐县 金山东宇城县人 历任郎中 县令 太守 上书 相国 司徒 太尉等职 先后授封安乐乡侯和博平侯 由于他为官严谨 清正联名 一心为民 所以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也赢得了皇帝的信赖和敬重 一 制退礼金 华欣任豫章郡 今江西南昌市太守时 正值孙策赞领江东 二人互相敬慕 相互以众 孙策死后 曹操文德 华欣族志多谋 德高望重 便在官渡上表皇帝 征聘他担任一郎 参与司空府军事 消息传出后 华欣的宾客顾就一千多人 都来为他送行 赠他的礼金 既达几百金 开始他并不拒收 却暗中坐上几号 一一写明了赠者的姓名 到临走时 却将这些礼金 全部聚集在一起 对众多宾客坐一说 我本来没有拒绝诸位的想法 所以都接受了下来 但考虑到独自坐车远行 将会因怀藏 金金美玉而获救 请大家为我的安全考虑 宾客们这才各自收回了自己所赠的礼金 并无不佩服他的美德与智慧 华新做官多年 所得俸禄和赏赐很多 但都用来救济了贫穷的亲戚和诱人 而自己家中 却从无淡食之粮的储蓄 平时吃的 只是蔬菜淡饭 家人穿的 也全是布衣 他数年后 官居司徒 太位 仍保持着这一作风 按照当时的规定 一旦某个王公大臣犯法被抄家 其府中的奴婢 往往被赐给其他公卿 华新先后受赐奴婢多人 但从不留用 而是把他们接过来之后 很快又妥善地把他们嫁了出去 在华新担任司徒期间 魏文帝曹丕得知了他的有关情况 大为赞叹 并特地下诏说 司徒是国家才德出众的公卿 是参与国家协调内外 治理众事的要员 现在 大臣们都有丰盛的膳食 而司徒却出菜淡饭 实在不太妥当 于是 特赐他御服 还送给他夫人和儿子一些衣物之类 二 克己见贤 曹丕称帝受善后 曾给曹臣三公以下授以爵位 当时 华新登坛相仪 奉皇帝洗寿 自然可以尽爵 但他一再俱风 而真诚地推荐了其他人 王初年间 二百二十年至二百二十六年 卫文帝曹丕 又召令公亲们 推荐智杰行为高尚的人 许多人都推荐化新 而化新却极力让 忠君爱民的管宁 取代了自己 卫民帝曹瑞登籍后 封化新为薄平侯 增加十亿五百户 不久 明帝又准备让他转任太尉 这一更重要的职务 这时 他再次建局管宁担任 他甚至还称病 请求退休 以便将太尉这一职位 让给管宁 但是 明帝坚决不同意 到召开群臣大朝会时 化新担心 明帝会当众宣布对他的任命 便以身体不适为由 躲了起来 不料 明帝竟派遣散迹尝试 谬席 带着诏书赶到他家 向他宣执道 朕进来亲自处理政事 日理万机 总怕处理得不妥当 很想依靠有德才的大臣 来辅佐 而您却一再以病为由 而辞职 不求职位 抛弃荣誉和俸禄 古人中固然有这么做的 但周公 医隐 却不是这样 劫身自好 坚守劫操 这是普通人做的 朕不希望您也这么办 您应当尽力支撑病体 来参加朝会 来会助朕 朕将站在宴桌旁 命令摆官各同几职 等待您的到来 朕然后就坐 他还特地命令谬席 若化心不起行 不许你回来 化心接止后 感动得老泪纵横 这才连忙更衣上朝 三 秉公尽见 魏文帝曹批在位时 曾同意三公府形成的决议 今后 推举校联 将权根据德性标准 不再用考试经典来限制 化心得之后 认为此举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 遂连忙上书文帝说 自从死丧祸乱以来 六经散失废弃 应努力恢复保存 用以推崇王道 制定法令 是用以治理衰逝的 听说举校联 不用六经来考试 恐怕学业就会从此荒废 又说 做官的人 如果早年荒废学业 必然缺乏学士 这将不利于上报朝廷 下会黎明 文帝认为言之有理 遂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和年间 227年至233年 明帝曹瑞 曾派曹真打蜀国 化心又上书道 自从战乱以来 历史已过两代 大魏承受天命 陛下正凭圣德 而处于周成王 康王那样的兴旺时期 应继承下雨 商汤 周文王的业绩 无数 虽障闲耀之地 苟延残喘 若圣民教化日日上升 那儿的百姓 也会背着孩子 前来归附的 接着 他又强调指出 军队是不得已采用的 臣诚恳地希望陛下 先注重治理国家 而把征战 放在第二位 治理国家 要以百姓为本 百姓又以吃穿为先 假如国家 没有挨饿受冻的忧患 百姓没有离开乡土的念头 天下人就幸运了 无数也会随之 而分崩离析的 明帝深以为然 当即赵令 曹真带兵返回 化解了一场战乱 给百姓带来的残苦和不幸 化新去世后 世号靖侯 他的儿子化表 继承了他的爵位 据史料 化表的功德 虽然远远不及其父 但他也忠君爱民 也是一位清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